疫情趋缓锐岁香农会原定4月份办理的农民节纪及有农民表彰大会 顺延到今天来举行 县长徐正卫百忙之中前来和地方各界共同庆贺勉励 而农会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在中央以及县府的支持协助下 农会也启动并朝向农产加工以及农业休闲旅游的目标迈进 要带动地方的农产业经济 虽然孙妍将近半年的时间 不过瑞瑟香农会今天仍盛大举办一年一度的农民节 即基优农民表彰大会 除了表扬基优农民以及产销班 瑞瑟最大宗的文丹佑农产 产季才刚结束 期间所办理的文丹佑评鉴比赛得奖的农民 农会也邀请余会的长官贵宾 逐一颁发匾额表扬 大家都余有中焉 我们赛银河非常的厉害 从公所退休之后 完全投入农业性是专业的职业 整个过程 无论是米白的绍水 现在已经得以到协助 或者是公共工程 我们也给香众公所全力去做 那这是阶段性都在做 所以请大家放心 我们大家一起陪伴着我们的玉里副里酌西 一起往前走 在这里跟大家报告 因为花莲县我们都是一家人 隔壁乡镇我们还是要关心 因为那还是有我们的亲戚朋友 虽然今年受到大雨又大旱的极端气候 冲击文旦又茶等地方农产品的品质与产量 拍逆当不过农民人心情认真的栽培管理 农会也因此重新修正调整未来的方向 在中央与县政府支持协助下 中干事黄胜黄也启动朝向农产加工 以及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的目标迈进 非常感谢我们各级长官的还有我们农友的一个支持 那接下来我们农会所要做的部分 就是希望能够朝加工的方向来做一个发展 那除了我们现有的这个蜜香红茶或者是咖啡的加工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发展文旦的一个加工跟凤梨的一个加工 那一方面提高我们这个农特产品的一个附加降时 那第二个方向我们希望能够朝这个农村旅游的这个部分来做 那目前也积极的在跟花莲县政府跟水族保持及花莲分局 来做一个合作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 能够把我们整个农村的旅游做一个再次的一个提升 创立于民国24年的瑞瑟乡农会 超过一甲子岁月 但是农会服务业务是与时俱进 中干事黄胜黄也将带领团队 强化农产品加工量能的同时 也开拓农业休闲观光旅游 以丰富厚实的产业为基础开拓延伸 带动也创造在地农产经济多元面向的发展 记者是玉兰对色采访报道